網路插畫家馬克的人氣作品 《無斗米靠腰》 瀏覽人次累計高達千萬 幽默 詭諧的文字和圖像 吸引很多上班族 現在這個作品要改成舞臺劇了 漫畫中的菜鳥馬克 還有機車老闆 還有幹練女強人等等角色 都會在舞臺上真人演出 主角馬克還跟公司 資歷最久的電梯先生 有爆笑的內心戲 讓你大笑紓壓 也看盡職場心酸 一年吸引超過六百萬人點閱 台灣人氣部落客馬克的 插畫繪本《無斗米靠腰》 以辛辣幽默的文字圖像 為上班族大吐苦水 現在被改編成舞臺劇 帶你展開職場初體驗 我已經三天沒有睡覺 不要看我工作這麼辛苦 我的薪水可是有二十二K 二十二K 而且老闆還跟我說 你再努力再多幹個三年 我就再幫你多加個兩K 多兩K 多兩K可以多做好多好多事情 我們把這個考驗事情 當作是一種會心理效 或是發洩也好 然後就是等於站在跟上班族一樣的立場 然後跟他們一起嘲諷一下 大家每天都會遇到的事 就這樣 49家公司都沒有錄取了 劇中主要人物馬克詮釋職場菜鳥 舞台劇演出中從面試守則 職場生死鬥到加班地獄 看盡辦公室的擺態 馬克他其實在漫畫裡面真的是一個 怎麼說 比較跟其他角色比起來 他是一個比較沒個性的人 對 然後他就是很常被壓榨被欺負 但是他也是很認分的在工作 我覺得那個演藝其實跟我本人 其實有一點點像 然後其實我眼睛還滿瞇的這樣子 除了主角馬克 豬頭老闆 幹練女強人 機車上司 這次舞台劇還加入全新角色 電梯先生 不要亂打 我會痛 不要亂晃 我會暈 該不會是我在自言自語吧 我是電梯 最好是啦 怎麼可能 我在這裡服務超過三十年了 我們就把電梯 這個就是把他拉到一個擬人化的角色 然後所以他現在會是 看盡這個職場人間百態 最老的員工 也就是電梯先生 然後來告訴他很多 就是艾亞菜鳥 你應該要怎麼做怎麼做 面試開始 你好 是 寧桃 您好 您好 他要幹嘛 他要跟你握手啊 趕快伸手 好 咱的手就好了 不要搞得像在敗跳 雲出作者馬克看見作品 首次搬上舞台 對於成果也表示讚賞 這一次的這個舞台劇 也真的把我的漫畫裡面的一些 我要講的故事也好 或是精神也好 我就有另外一種的表現方式表現出來 那我自己看得非常的興奮跟開心 我太了解你的個性了 現在這件事不是唯一一個部門 而是我們兩個部門之間的事 互相合作 從演員們誇張戲劇的演出 一針見血的犀利對白 帶你看盡職場百態 大笑紓壓之外 也能重新找到人生方向 找到了沒有 這 這是什麼 衣服的標籤 這就是你的自尊啊 這麼便宜啊